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父母即将逝去的那段时光多一些关爱 通常来说 家里的老人出现以下几个征兆 就意味着时日不多了 子女需要尽早明白 有的老人身体没啥毛病 即便如此 但人的器官会衰老 尤其是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人 领老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呆 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病 它是没有治愈的可能 药物治疗只能延缓 若你发现家里的老人突然说话迷糊 接不上你的话 而他说的话又是前言不搭后语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带着老人去医院检查一下 是否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 若真是 也不必太过哀伤 毕竟这是无能为力的事 我们唯有直面和接受它 有的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 哪怕发现老人患上了老年痴呆 也不进行药物治疗 甚至放任老人不加看管和照顾 最后酿成了一辈子的悔恨 人这一辈子其实是走在一个圆圈里 从出生开始便从圆圈的一端慢慢走向另一端 等我们老了 智力退化 成了志同 这个时候身为子女的我们千万不要暴脾气 责骂老人 回想一下 当你还是小孩时 你犯了错 父母会责骂你吗 不会 他们宝贝你还来不及 可现实中少有子女会对失智的老人保有耐心 老人犯了错 除了责备 还是责备 我们不妨多点宽容 成如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样全心全意爱我们那样 多些鼓励 多点称赞 陪老人快乐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二 常常唠叨后事 有的老人主动说 自己过世之后大家要怎么样 坟墓修建在什么地方 甚至连死后感都写好了 比方说 爱国诗人陆游 在一二一零年已经八十五岁了 他病倒之后就再也不能起来了 于是把儿女喊到身边 说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寄无望 告乃翁 他希望儿女能够看到天下统一 然后去坟头上祭拜 说一说情况 宰相王安石退休之后 住在江宁 他病痛交加的时候 弟弟王安国的女婿叶涛走过来探望 他让夫人回避 和叶涛聊了很久 说 王某一生枉费精力 欲以文章圣人 仅将死之时 悔之无极 君聪明过人 莫做梅要紧文字 徒劳无益 只恐大献已至 王安石恨不能把一辈子的经验教训 都告诉叶涛 分别没多久 王安石病故 很多年轻人讨厌父母唠唠叨叨 尤其是说一些忠告 其实 老人说到了后事的安排 子女就要注意了 要加以分析 看看是随口一说 还是刻意而谈 刻意交代后事 那么就是人生的大限真的要来了 起码是老人有了视死如归的态度 在我们乡下流传一句话 人老了 要靠饭量 什么意思呢 老人胃口好 饭量大 才能身体棒 虽然如今来看不太科学 但也说明老人的胃口好坏 关系着身体状况 其实别说老人了 就拿我们自己来说 当身体不舒服时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胃口不好 什么都不想吃 感觉浑身乏力 没劲 老人身体不好时 除了胃口不好 浑身无力之外 他们还会变得试睡 因为这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通过睡眠来自我修复 或是减少损耗 若是家里的老人出现胃口不好 浑身无力 还试睡的征兆 你就要小心了 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 觉得老人上了年纪 试睡是正常的 一定要多留心眼 要带老人去做检查 确认无大碍才可宽心 一般这个时候 也不能太掉以轻心 老人吃时的营养要跟上 若是有时间就多下厨 给老人做点他们爱吃的饭菜 实在没时间 也要抽出时间来 起码在老人吃的上面 不能马虎 要亲力亲为 人老了就会变成小孩 那点口腹之欲 还是得尽可能多满足 如今要像小的时候 父母为了我们能够多吃点 会变着法子 给我们做吃的那样 去满足年老的父母 四 越来越想念家乡 贺之章三十多岁离开家乡 外出做官 八十六回到乡下 写下了 少小离家 老大回 乡衣无改 病毛衰的名句 到了家乡之后 没多久就离世了 为什么我们老了后 还要回到家乡 这是落叶归根的思想 在身体里扎根了 不管多难 走出多远 人老了 还是会想念家乡的 一些远嫁的女人 也会在迟暮之年 回到老家看看 才心满意足 诗人杜甫 一生穷困 但是她在老年时 想尽办法回老家 只是时局动荡不安 加上口袋里 没有几个钱 最后 在回老家的路上过世 这几句诗 就是杜甫思念家乡 最好的见证 作为年轻人 也会在逢年过节 感受到家乡的召唤 急急忙忙赶到家去 吃一顿团圆饭 看看家乡的风景 作为老人 若是漂泊 对家乡的思念 就更加浓烈了 期待安葬在老家的那一刻 就可能真正要落幕了 化成一片落叶 变成老家的泥土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老人 在时日不多的时候 就会有强烈的表现 有的老人 还会强作欢言 害怕自己成为子女的累赘 年轻的子女们 一旦发现年迈的父母要过世了 应该马上调整时间安排 尽量尽孝 其一 带老人去老家看看 有条件的话 在老家选择目的 其二 问一问老人 还有什么愿望 尽早满足 比方说 去哪里看看风景 去找谁叙旧 其三 兄弟姐妹要和睦相处 化解一切矛盾 让老人走得放心 其四 多一些陪伴 给老人更多的欢声笑语 其五 安排好剩下的父亲 或者母亲 谈好孝顺的方法 让早顾的老人 有欣慰 工作耽误一点点 收入少了一些 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让父母 孤独终老 最后 祝福天下老人 健康长寿 家庭兴旺 五 突然精神抖擞 思路清晰 人上了年纪 经历会大不如从前 人的经历会在某个峰值之后 一路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人 会给你一种 有气无力之感了 其实也不难理解 为何有的老人 会精神状态不佳 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被生活消磨 被病痛折磨 久而久之 也就游禁灯枯了 这是人自然老去的一个过程 若是老人突然精神抖擞 思路清晰 这个时候 你就要多加陪伴了 因为很可能是回光返照 要抓住陪伴老人的最后一点时光 我们常把工作挂在嘴边 却忘了家人才是最该花时间和心思去陪伴的 你不妨想想 人这一辈子奋斗到底为了啥 若是不能陪伴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时光 那即便是腰缠万贯 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老人自然老去 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时间 已经是老天垂帘了 要知道 有很多老人都没交代好后事 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虽说人故有一死或早或晚 但也得了无遗憾地走 才不往来这人世间走一遭 人生最大的苦 莫过于生离死别了 即便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地经历 依旧没能从容应对 说到底 我们骨子里还是留有眷恋 不舍着花花世界 人因为有了牵绊 才会生出念想和奢望 我希望老人都能健康长寿 与这个世界挥手告别时 内心是不留遗憾的 这需要作为晚辈的我们来实现 给老人多点陪伴 多些关爱和呵护 别用金钱代替陪伴 时间很残忍 也很公平 有些道理 愿我们一辈子也不用懂得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